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南京西路的某一个医院里面 那个我到后来也找不着了 所以光从出生地的不可捉摸就知道 变化 台北的变化大 而且这个变化到后来 我觉得到了60年代 七年代 我开始有一点懂明白事情的时候 上小学以后 发觉变化还不只是地貌的 建筑的或者说街道的 更多的是价值 是随时在变 随时在变 人的思维 信仰 理想 风尚 这些属于精神层面的东西 也是随时在变 我都应接不下 一直到现在 可以说就算是在有很充分的心理准备 去迎接所谓的各种变化 都来不及 都来不及 现在讲的是变是一个常态 new normal 常来就是变 而且我有的时候不习惯 我不知道您习惯不习惯 尤其是您又是在媒体 负责媒体 也参与媒体的制作 现在的媒体 让我感觉到 我曾经经历过的那些 宽容 开放 多元 什么那些价值 都在无形之中 还不是有形之中 在无形之中 缩减了 现在我们看的新闻 很多新闻都是 都是行车记录器新闻 我避不了 避免不了看行车记录器 所制造出来的新闻 或者是网友所打造出来的观点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 我们以前的那些个 那些个很丰富的好奇心 很丰富的想象力 很丰富的求知欲 都好像都好像被绑住了 而且是绑在一个 我们无法预期的 我们觉得一点都无害的 媒体里面 这是很恐怖的事情 对 你就是其实是有害的 我每天就盯着 那个行车记录器 拍出来的事情 好像认为 那就是家长里短 最重大的价值 很怪嘛 比如说有一个人 去吃了一碗面 里面发现 一个什么脏东西 网友就有议论 就人家就打起来了 这个是 这也是 这也是新闻吗 是不是 我们的媒体也是这样 好像 如果没有网友 他就不成新闻了 所以网友最大 到最后你是被网友统治 你也不知道网友在哪里 他好像无所不在 处处都是 所以 坦白讲 这个我的老台北 如果发展 这个想法发展出来 他就 他就形成一个 我们 我觉得是一个 有点不合时宜的心情 去面对 多变 而且 好像又越来越封闭的社会 提出的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呼救 或者是提出的一个警告 跟人家以前搞什么 抢救老眷村 有没有同样的味道 我倒觉得抢救一些 看起来应该在社会进程中 被 不管是被淘汰 或者是被 这个就无可避免 而且那是 很难抢救了 对 但是我觉得 心情了 人求知 好奇和想象力 这三大端 我认为是不应该被抹杀 或者是不应该被 悄悄的给演住的 甚至是掐死了 我这个书 其实原来 还不是一本书 就是一篇一篇的文章 有的时候在报上 有些朋友看了以后 就会很热情的打电话 或者是在 messenger 传消息 就说我也有 我的看法 你记不记得 你说的 你去赌钱的那个地方 我也去过 而且我说的比你多 可是如果我没有写那边 他们都是这样说的 就是如果我没有写的哪几篇 他们会 他们大概就忘记了 就忘了 等于又唤起他们的记忆 唤起记忆 可能是一个 看起来是一个小事 尤其大家来讲 这是一个个人经验 可是如果唤起的记忆的 那个人数量够多一点 他可能会引起一些 一些不一样的思维 那个不一样的思维 又是一传十十传百的 那个集体记忆 然后呢 一定有的 而且我猜想能够唤起这个东西的话 就代表 大家的好奇心 想象力 求知欲 还是在 还在 还在 比较稍微需要付出一点代价 就是 但是总比行车记录器 总比网友提供的 这些无聊的东西 不过我想 这个好奇心想象力 这些东西还是在 只要是人不可能没有 只是 因为现在资讯太多 太多元 你说不多 也多各种人 那你可以说众生喧哗 反正大家都 当然每个人都是一个媒体 大家都 都有意见要讲 不过网友有些也有创意 有些我是看网友 我也好笑 这都想到 我们没想到 他都想到了 网友因为 也各种不同网友 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网友 对 问题就是说 他如果一旦被这两个字载制以后 我们对于所有的 观点的形成 意见的表述 都来自这 都会是很恐怖 所以可能我们对不起 假定我们要做个意见领袖 又不能都被他 牵着兵手 就我还有影响你的 不你影响我 是不是这样 有可能互相了 他会影响你一些 但你要引导他 你要告诉他 你的观点是什么东西吗 就像你搞政治 你不能都听到民调啊 都看民调 丁天宇来当总统好了 哈哈哈哈 这这这 你会不会看我们节目 我们就好看 然后呢叫他听 然后基本上就是 民调专家 他只是反映民意 那民意就是用反映 但是民意你要代理民意 你要倾听民意 你要代理民意 你不能都被他搞得 带着跑 那你搞什么 但是我的确如果讲怀念啊 或者我大怀念的情绪 不是那么多 在这个书里面 可是但是我对于那个 看起来可以改变世界 或者看起来这个世界 需要被打破一点 的那个大概前后有二三十年 我从十几二十岁 到差不多四十左右 那个时候这个社会的动态是是非常活跃的 呃表现在各个面向上 包括我自己工作的主要的环境是媒体 也包括了学校或学院 呃也包括了这个某一些圈子 比方说电影啊流行音乐啊 就是好像看起来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而且呃不需要去 争求补助啊 或者是寻求这个这个 这个不需要 这个支援 政府其实就其实有支援的 其实其实对 可是现在你会看到好像 都是要政府补助 对 对 为什么呢 是整个社会力支撑力不够吗 我觉得很大一个部分是这个社会 就是自发的这种对文教 或者是对文化教育啊 的的这种自发 而且带有创造性的企图不够 其实是没那个企图 有这个企图就会有这个资源 就会有这些条件 但是往往嗯 比如说有钱有资源 或者有有有有权利 有什么有地位的人 他也不是不不有这种 没有没有这个慈悲心啊 他也可能想要做一些事情 但是呢 他找不到地 呃也接不上 我们不是讲 常常讲地气地气 而创造的人呢 或者创作的人呢 又常常呃 所需嗯 就是为了为了要达到他完成一个作品的目的 他就会不管是委屈 或者扭曲了自己原先 呃那个对于一件事理 或一个立一段历史的呃这个这个解释 为了讨好 或者银河 或者是要 为了赞助嘛 为了赞助 其实你讲这啊 为什么媒体变成这样 我也在思考这问题 还是网路 因为传统媒体很惨嘛 嗯 没有一家报纸赚钱的嘛 以前你们在 你在中国时报 都赚钱了 印报跟印钞票一样嘛 是 他们跟我讲说 光不要说大的广告了 光分类广告 因为都要cash 要用现金 是 分类 你也看得让人觉得眼会红 或者是green eye 是不是 那也会 是啊 不我就说 那个时候因为媒体很赚钱 嗯 老三台 对不对 老三台的记者 单月发单心 双月发双心 然后呢 一个月大概 年纪期有个赚20万 部长赚完那么多钱了 现在电视台记者赚多少钱 我就问他多少钱 3万4万 很微博 3万4万 那 以 那个时候 物价跟现在 那个时候 一个房子几个钱了 60万 80万 就可以到京美买一个公寓 我记得我第一次在 京美买一个公寓的时候 30几瓶 60万 一瓶2万块 现在多少钱 一瓶60万 可能要啊 是不是 所以 那个时候赚那么多钱 现在赚这么少钱 哦 你想那个数值会差不差吗 是 你想他 媒体的数值吗 对 第一个是媒体的 第二个 媒体本身也在赔钱 哦 几大报 李志英跟我讲过 李志英说苹果乳报 一个月赔3000万 一个月赔3000万 哦 那 那这个时候呢 谁赚钱了 什么 Facebook了 Google了 什么 反正都都这些 哦 那换句话说 你看到网络好像 哇 好像网络很多 网组网红 大部分钱都给这几个跨国的 这些 这个网络都赚去了 大家都很惨了 其实你做网红 也赚到几个钱 其实的确我们 作为一个比较 其实是弱小的国家 我们绝大部分的国家资源 都在新的社群媒体的发达之下 那个资本直接的 依资到那个更强大的 所以我就回答你 为什么是说 为什么都是什么行车技术性 省钱 嗯 他从那扣下来就拨了 我看我们现在就现象来说 他就是结果 他结果就是节省 对 不以前各大媒体在驻美国驻欧洲都有特派员 现在谁有特派员 几乎没有了 那就是很很花钱的 所以你的内容就越来越越线缩 就会线缩 真的是这样子 整个就是这是很弹 所以老台北就会消失 是吧 不我看到一书叫我的老台北 我就想说 以前我们看的是我的老北京啊 嗯 老上海啊 哦 那还好像还不多 去怀念老台北的哦 你这个还是蛮 我的别说 我的读者里面有有有至少我最近接触的有一种啊 就是好几位啊 年纪比我大十几二岁 他们很早就有朋友 因为我们这书就常常会介绍团购说我要买二十本送给我的老朋友 他是送给老朋友的很好的礼物 结果老朋友们就打认识我的就打电话给我说 我听到你们你们不光不光是卖这个书 你们电台还有我们的老台北这个单元 请了我的朋友来讲老台北 我可以来讲我可以讲的比你对你那时候还是小孩 我还是小孩 我才真的叫老台北 我是不服气的 哎我说这个太好了 你越是不服气吧 越表示说老台北这三个字是一个丰富的 所以你这电台也开了个节目觉得大家来谈 那也蛮有趣的啊 我们续一段回来 我是赵康 回到赵小康 现在现场 长大顺先 在我们现场他的新书 我的老台北 我是大学才到台北来 不过我听我妈讲啊 我小时候台北住过 他那时候他们刚我刚生没多久吗 很小 那他在幼稚园当老师 大概是什么 邪性幼稚园什么 反正蛮有名的幼稚园 他一路都在教幼稚园 后来教小学 然后说我小时候多调皮呢 在老师屁股上咬一口 幼稚园你给我多坏 咬一口 你这个是性骚扰 怎么没想到这个 自己招了 我现在过了追溯期 我妈妈好 那我们还要大热天 抱一个大西瓜 到人家老师家去道歉 别的老师了 他也当老师 咬别的老师 所以我 我完全没有印象 我是没有了 这是妈妈告诉我 因为他们住很短 后来就搬 搬到我记得好像到罗东 太平山林场幼稚园 我妈去面当主任 后来又到台南 也是跟 我都跟我妈妈跑 你是等于上大学以后才到台北 后来又又到台北 可是你第一次选举是内湖 是吧 内湖南港松散 对对对对 那是选台北市议员 市议员 市议员 那时候弄乎才内湖 改 就从台北县到台北市没多久 对 那个 南港内湖 也是到台北的一个题目 南港内湖 什么 什么市井北投是吧 反正那时候原来都台北县 然后我第一次在内湖选举 那湖只有四万人 那湖现在四十万人 你可以想要光内湖的改变有多大 四万人是跟乡下差不多 现在四十万人 南港那个时候更偏僻 别的我还偏南港现在不得了 哇很多新的建筑都都起来 我念国中一年级的时候 我们家有个大哥跟我一样 鼠鸡的比我大十二岁 有一天到我们家来 就说我刚才 他来晚了 我父亲说 为什么不是约好了吃晚饭 他说我刚去听一员演讲 叫赵少康 这家伙厉害 所以你们看着好了 他将来厉害 他将来厉害 我们听都没有听过的 从这就知道 原来这里有个家伙很厉害 刚开始要选 刚开始要选 对啊那个孙大千也是跟我讲说 你知道我第一次听 演讲在什么时候吗 我说什么时候 小学六年级 我想打他 那么小听我演讲 意思我老了 我小学六年级差不多也是 也是最早的时候 对啊 他比我小了 我在民生社区 那他大概是你第二次 或第三次选举 其实也是第四 民生社区 对那他这样说了 好吧 但这本书 他很广 我看写的东西很广 对他本来是一个podcast的内容 是我以前在电台工作的时候 一位同事 你有讲 他现在去podcast做 对 你看你也最上 podcast是最 最新的 我这个多可怜 我没有办法 像你们那样开口就讲 我必须写稿子 然后一个字一个字 对着对着对读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是我这个 这是我第一本 用手机写成的书 你有讲 我后来眼睛 晚上想 然后早上 对早上 四点钟前 在手机上写很累 我完全在手上写 我后来 我现在不行了 我已经完全不行写稿 我必须开完我的白内障 大概才有办法 恢复写作的生活 很多人是在手机上念 对着手机讲 那你还是要教对啊 翻成文字 那就比较好 那我不太习惯 我搞 我试过一次 也只是很急了 要专栏要交稿 我就在手机上 改一下 会结巴啦 你看像唐湘龙 他就会写5000字 8000字 我比较喜欢 在稿子上写了 因为一页 比如几百字 250字 四页1000字 刚好一个专栏要1000字 我就教1000字这样子 但是用语音我是没办法 所以你整个都是用在手机上 对手机上操作 当然啦 有很多稿子 是原本有底本的 所以那些就不需要 可是我补充的 或者是新写的 这些大部分都是 所以坦白说 我觉得除了眼睛 没办法对付之外 这本书 带来的很多刺激吧 我们讲 是很全面的 尤其是在半夜 大复稿的时候 那一段时间 我这一生没有经历过 我对山林里面各种鸟叫 非常熟悉 因为早上起来听鸟叫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我是少康 回你回到 赵少康时间的现场 在我们现场是 张大纯 现在谈他的姓术 我的老台北 不过谈到这以前 前一阵 你怀疑你自己脑里长东西 不是 因为眼睛急速的 忽然的就是容易失焦 那么就有 有人说 你会不会是压 神经被受到压迫 我做了第一个检查 说是神经的确比较弱 所以就一路的检查 过程之中去想办法排除 是不是 不管是动脉血管的瘤 或者是组织的瘤 或者是 比如松果体变得比较大 那么会压迫 四神经 总之就是先要排除 它四神经受压迫的 这个可能 所以做了一些检查 后来大概看看 大概就因为是 大概就觉得是 你就应该先讲眼睛好了吧 但是我听到说 张大叔说 怀疑脑里有问题 为什么脑有问题要命呢 就弄了半天 最简单就是眼睛 比那个脑 没办法 就太觉得自己 反应比较慢了 这个不能不接受 我有这么聪明的人 怎么想事情 想得那么慢 是吧 应该从眼睛一查 这眼睛没有别的问题了 你是先从最坏的开始想 这样 医生也帮助我从比较严重的排除 所以 也是可能 这两种做法 一种从最简单开始看 有就是这个 一种是最严重的排除 就是怕万一你治治标 结果不是 好吧 还好没事了 这只有眼睛 好吧 那我们谈这本 我的老台北 那你想要告诉我们什么 你总是除了一些怀旧了 想象了变化了 你想要跟读者讲些什么 有一点就是 你知道我是不可能会写什么回忆录 自传没有这个资格 但是有些时候跟人谈起来 尤其是跟比我年轻很多的人 有的时候 跟我比较差三四十岁的人 现在都常常会出现在身边 我当我随便讲一个什么名词 跟他解释 他必须要 必须要非常充分的解释 他才明白那个 在我而言 就是简单的名词 具备着什么样的意思 后来发觉 原来讲一件事 或者讲一个名字 甚至讲一个地点 背后都是一个很长远的变迁 如果不加以 付诺 不做注解的话 可能那个词是空的 是没有意思的 而他正好也因为历史的冲洗 时间的这种淘汰 他那个字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我原来出了那些什么文章自在了 见字如来 认识几个字 什么这些 这些书后面还有一个东西 是真正的生活 或者说生命的轨迹 把这些爬书出来 我觉得根据个别人物 或者是个别地点 所以唤起的那些个记忆之中 应该不只是表面的生活浮光略影 而更多的会是这些连接性 我想一定体会得到 就是某一个片段的碎片化的的讯息 跟另外一个讯息 不连接起来的时候 他们就是个别的讯息 甚至是没有用的讯息 但是当他一旦产生了因果性 或者是相关性 而且越聚越多 甚至形成故事的时候 这些东西就不再只是碎片化的资讯了 而是可能是具有知识意义的 或者具有刺激想象跟联想能力的 这种这种这种讯息 所以我的老台北 看起来好像是个怀旧之作 但是我觉得它是串联起 对很多人而言 听过但是没什么意义的名词 人时间地点事件 一旦把它串起来 我举一个书里面的例子 王迎仙 王迎仙命案 再加上命案 他是被加工的 对我知道 他跳水对不对 不是不是 这就是第一印象 他好像是跳水 事实上他 他是先被行球之后 从秀朗桥上丢下去 所以他的肋骨也断了 尾椎骨也断了 不是跳水被丢了 不然你掉下去 你怎么会两个地方都断了呢 你一定只会断一个地方 反正在水里就是了 我印象 那个李什么 那个李斯科 李斯科 他王迎仙被刑球致死的那一天 也就是另外一个组 破获了李斯科 同一天只差三个小时 更妙的是 当时这一整个涉及刑球 王迎仙的肃切组 到现在为止 只真正的留下来 一个还在警戒有大发展的 这个人叫侯友宜 他是唯一没有参与刑球的 其他那些 他们都在树切组 都在树切组 树切组整个瓦解 就因为王迎仙民案瓦解 我们那时候只注意到 刑事诉讼法的修正案 也就是说这个案子 被我们几个人揭发出来以后 你们怎么揭发的 我们听到一个所谓的谣言 一个消息来源 有警察在追求 找群协助要21万 后来为什么21万 我们就找到了那家布行 说警察是不是来要钱 紧急调款 为了要摆平一个案子 那个布行老板就把铁门拉下来了 理都不理 一句话没有 我一想这个不对 我就跑到王迎仙家去 那时候王迎仙刚过世 不到20小时 那时候也在中国时报 我在时报走 结果就反复的访问了 他的子女 准女婿 邻居 侄儿 就在那一个夜里面 大概有 大概十个小时左右 我们大致上厘清了这些 他们终于 你们有三个人是吧 一个摄影记者 两个是文字记者 后来说还把李彪找来 不能不找他 因为如果不找 因为如果不找他来 把我们采访的材料贡献给他 别的报 很可能就在天亮以后 同样的会打听到我们 因为新房已经突破 事实已经公主于我们 那如果我们要抢独家 那必须比 比动作比其他的 不要快 所以把李彪来 叫了 请了来 所有的消息提供给他 就在那一刻 不小心还拍到了 王英先的老侄子 跟六号分级主任 也就是台北新生警察局 都导市主任 两个人在 在那个行人道的那个 在路数底下 两个人 我们那个摄影机上去 一阵马达 就拍了大概 他好像拍到十二张 还用了四张照片 在报纸上 就是说 原来我们发现 不是二十一万 是有两百万的 那个 那个求偿 求偿金 这件事情 经过这个一公布 就两件事 一个发生 一个就是 那个求偿 这件事情 私了这个事情 干不了了 第二就是 社会各界 涌入了 大批的捐款 好像 六百多万 对对 我记得 他们的时候 还把王英先 押到那个 那个 副警接招待所 不是 好像还押到 那个殡仪馆 有没有 好像我印象 好像是不是王英先 不知道反正 押到殡仪馆 跟那个死者 然后去 抢案 反正是 是不是这个案子 没有 不是 因为王英先 没有 应该说 没有时间 把王英先 再送到边 还没有 OK好吧 反正就是王英先 王英先受刑的时候 他的女儿 就在隔壁房间 听见父亲的哀嚎 这是非常惨无人道事 所以刑法 刑事诉讼法 二十三条修正 就是为这个 就是律师必须到场 才能开始征讯 这是从那一件事情 展开的 所以以前 这根本没有什么人权 那些个警察 用刑的那些警察 有的跑到巴西 有的跑到大陆 真正扶法 就是什么 一个都没有 都跑了 都跑了 可能警戒掩护 现在后来 应该 现在还有的 可能还回来了 不过 那个警察就相信 刑囚才会招 事实上可能了 就是我记得那时候 有记者跟我讲说 他们在内湖 很多年以前了 说这个 记者到内湖分局 不知道一个什么事情 抓了一个人 就问 你们偷 没警察就请记者 先生女士们 你们先离开一下 你们半小时 一小时回来 回来就糟了 一定痛打一顿 糟不糟 大概十之八九 不会冤枉了 他也不会乱抓人 但中间就会有 就有冤枉了 王一先生 就非常有冤枉了 好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我是赵好康 回你回到赵好康视频的现场 我们现在访问张大村先生 谈他的 《我的老台北》这本书 他说好 就是说 以前写怀旧了 我们看什么唐鲁 什么都讲吃的比较多 是 吃跟记忆 尤其小时候的吃 年轻时候吃 那是很深刻的 我看日本一些书讲 他祖母他妈妈也是 祖母给他什么吃 妈妈给他什么吃 我们很多出国留学生 想回台湾也是吃 你这书吃讲的不多 人物讲的比较多 对不对 大体而言 尤其跟你父亲 好像你父亲影响你蛮大 对不对 从现在春年开始一路这样 关系非常密切 很少 很少儿子跟父亲关系这么密切的 什么打球啊 什么 你不去打网球啊 那个时候 对 我父亲的网球的球友 很奇怪 这算很怪的人 比如说前东山省的省主席 叫梁华胜 什么汪道渊 李源处 这些后来都在政界 还有一些发展 尤其到了他们年纪比较大的时候 在他们中年左右 那都是我父亲在 爱国西路网球场 那是打网球不多 那个时候 是因为那个时候 有意思了 有一段时间 国防部 鼓励所属 尤其是文职人员 从事运动 所以你如果要打篮球 你选择打篮球 你就给你一个时间 就可以去打 而且给你球 还给你做球衣 那么大部分人玩乒乓球 因为乒乓球省事 我父亲就不喜欢跟人排队 他就弄 就没有人选了 他选了一个网球 所以他很怪 他骑一个很破的脚踏车 打木头 人家很多人开车子 对对对 那个是好像听说是蛮高级的一个 但是网球 网球拍 公家就就会提供 所以他就打了40年的网球 一直打到他摔倒 也就是不能活动 几岁 76 因为很多人说网球是可以打到老 对打到76岁 他还当过国防部 那个什么叫 国军运动会 国防部代表的教练跟队长 你会打网球吗 我以为我会 我就跟他抽球 就是说我还可以抽个几个 他不错 我有一次就是跟他打的时候 我就啪 我就说怎么样厉害吧 我就喊了一句 我爸说接住了 啪打回来 他说的接住不是他接住了 是他叫我接住他下一球 他第二球 他打过来之后 我一接那个拍子就飞了 那力量很大 他个子比我大 高半个头 他很壮的一个人 好吧 你讲说 而且你这边 我还不知道 我本来想说你写小说 什么《桑笑死》 什么一段 后来你还 作曲还 做歌词 什么电影 这段蛮有趣的 对 那个是非常意外 搞到这里面 麦田什么咖啡店 安和路 我也听张洪志讲过 他以前在那边搞了一个咖啡店 你们和 他们我没有 我不是导门 他们有十多个人 大概是以工商时报 跟中国时报的出版社的编辑 美术工作人员为主 另外还加上了罗大佑 好像还有吴祥辉 就是这个拒绝联考的小 罗大佑现在还做安和路那边 对 他是那一区的 我去按摩碰了好几次 他也在同一家 在那边就很多人 包括那个时候经常出没的 张爱家杨德昌 漫画家老穷 那不错 李寿泉 一时自选都去了 很多 我一起买唱片 那不是唱片 那叫录音带跟CD刚刚出来 卡带 卡带 一回头旁边 好面手 费翔 他也是经常在那里出没 总之那是一个 就是你这样想象一下 到了晚上七点钟 李宗盛就扛着他的脚踏车的前轮进来了 因为脚踏车如果就算锁在树上也会被偷走 所以他就把前轮来 那种景象很有趣的 就是随时就会出出境境 当然他就来饱含所谓的工作机会了 或者说是就业可能性 你们都 都有活干 有一次我记得李宗盛说你跟我写一首歌 这个要给派远云的 我就好写了 就我没写完 大家又喝酒又聊天 我就写了两段 我就贴在那公告栏 我都消了两段完成 下礼拜回来再把它写完 我先给你这两段 再也没看到他 大概几个月以后 我已经配舞了 歌出来了 下面加了一片海洋 一片海洋 加了十几句一片海洋 你无法想象 当时他觉得这样就够了 可以了 歌词不需要太复杂 你也不要跟我讲你的故事 所以那个时候 好像有比如说 四个人坐在一桌 原来四个人根本没有约过 但四个人就坐下来了 认证吗 彼此都是见过面的 所以坐下来以后开始 他慢慢四个人等走的时候 已经谈成了一个案子 那是非常奇特的一个 隔壁的隔壁 就是华市那个时候 已经过世的女明星 叫李立凤 开的一个餐厅 他在安和路什么地方 安和路就是 对面就是那个小学 人爱国小 他就在人爱国小 对面的第三家还是第四家 第一家就是李立凤 这么好 为什么后来不开的 开了三年吧 大概大家 我猜是经营的人 都有别的事 就是大家都回到了生活的正轨 常轨 就是回报社的回报社 回出版社的回出版社 或者甚至有一些 我记得像陈许春 他大概从来没有进过店里面 去轻点过他作为老板的钞票 我想没有 就是他们 大概就是好 我拿出一笔钱来 那么就大家来 张洪志都很少参与 他常常说他建议卖 没错 他大概是最主要的CEO 但是他很少出现 出现比较多的是一个工商时报的编辑 还有他们一对夫妻了 反正总之会碰到各种人 包括我最常约会的人 是一个美国学者 他是Fulbright奖学金到台湾来 来研读的汉学家 那我差不多跟他在那里混了两年 我也混出了一辈子的交情 这很特别 很有趣 我的老台北 那个时候安和路已经是新台北了 对 他已经是很新的路 新的路 安和路新的路 我每天开车会经过那 也会经过那 因为我有个办公室 后来我的议员的服务处也在 安和路跟和平东路 东汉路交口那一带 其实我父亲原来有一个 卷设就在现在的成功国宅 也很近 也不是就在现在的东汉南路上 被拆了 我大学的时候还去收房租 一个院子独家的平房 那个时候觉得一个烂房子 就是那种不知道什么 弄来的一个房 便宜买的还是卷 还是分的 租给一个人就在那边 做一堆酱缸在那边做酱菜 酱菜味道很重 他有一次他不付房租 我还去吗 我在大学店出来就跟他吵架 不付房租 等等 后来呢 本来那个房子 东汉南路开出 应该在东汉南路旁边 可是那时候高玉树 用了一个刘美回来的 我爸爸讲 我爸爸讲到这个事情 还气愤难平 用那个刘美回来的都市计划 硕士 很少刘美回来的 当什么公务局长 什么之类的 他们就搞鬼 东汉南路把它 应该是直的吗 分段直线 在图上 你在你现在看不出来 但其实有点偏 有点偏 我这旁边炒土地 就把我们房子给拆了 他们房子留下了 他们他的土地留下 我们房子就被拆了 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也没有补偿 后来大概知道要被拆吗 大概就很便宜 就让给原来那个租户 就给你算了 也租了很久了 就一点点钱 两万块几万块就算了 补偿也会有限了 那个时候 如果在路边多好啊 对不对 那不是啊 那就是 他就把你 就这种技术官僚的杀人 他的厉害就是说 他还是看起来是直的 只是他分段直的 这个古代就叫 那一段刀比 刀比 刀比例 所以我父亲 提到自己觉得 可恶啊 贪官物理 可恶啊 后来那个被抓了 坐牢了 后来他来说 这坐牢就怎样 他不是这个案子 别的案子 所以我常讲 贪污的人 官员是不会只贪一件 对 他这些十岁之后 真的搞搞搞搞 终有一天 东窗事发 当然也不讲了 终有一天了 有些人还是 好不好 休息一下 我是好康 回到赵少康时间现场 张大顺的 我到台北 我的老台北很有趣的 我特别对你 你那个念大华中学 然后考到台大看榜 然后你就在班上25名 就人家1到24名 都考到建中了 对 26到节也建中了 就你到成功 成功去也不错了 成功其实也不错 只是跟人家比 人家是第一支援嘛 对 那为什么会那么厉害 就是考试考试 每天考就可以考出 我们那个班非常特别 呃对 礼拜二礼拜四叫周考 所以总之就一天天考 只不过他在全学期的成绩配重不一致而已 你们的校长蛮有名的 方志平 方志平 嗯 他叫无心接敌最早周对不对 后来后来办了 后来办了 他后来办了杨梅吧 我的我同班同学里面现在也高续 郭旭松 是他好像是疾管局吧 呃好多人非常接触的 有的是银行家 有的是 他们是当初中没考好 所以跑到大华去年 不不是 还是 我们那个时候是国中第二届 OK 再怎么样都可以上国中 所以反正我就是要去念私立学校就是的 就像前两年 这个私立就是变成12年国教的时候 很多私立高中就翻起来 对对对 大家宁愿去念私立学校 觉得管得比较严 工的学校比较松了 那当然了还是一个所谓这个 这个次大夫的心理 考得好就会将来前途就好 事实上也是这样了 那呃 而且工地学校不打吗 私立学校会打会处罚吗 打得凶啊 对对 小腿一条一条的 不打不成器嘛 打出来就都打出来了 呃 我就是打了也没用啊 哈哈哈哈 就我 我看榜的时候 为什么到台大看榜了 呃 在台大放榜 很多地方可以 台大也可以看 我们我就方便 我骑甲拉车 那个地方又比较 呃 视野好一点 嗯 所以我想说人比较少吧 我就去看 就一看 哎呀 那个伤心 骨贡的邻居一起去看的 嗯 这我邻居当然也没考好 但是 我的同学有不约儿童去看 那个看榜的经验是觉得 啊 我真的是太差了 就是 哎 从那以后也就习惯了 就是 跟 比赛啦 什么 这个竞争啦 这种 这种 就慢慢 这种意志就薄弱一点 没有没有 很少要再去争先什么的 但是 看榜的那个经验 对我来说是 非常刺激的 一方面 自己以为还可以 又担心自己考不好 结果的确自己就是那么差 我父亲很安慰我 他就这样拍着我说 说咱们是济南人 山东济南啊 你考到济南路的高中 不错 哎 这种爸爸 这个稿子很好很好 像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考了高中以后 我在成功 数学也很烂 都都不会写 不会写 写嘛 都零分嘛 实题就是零分 你根本就没有读 有些人觉得数学讨论就不读了 我的爸爸就看了那个 哎呦 你的考卷好啊 在哪签名都可以 你放了哪个都是空白 但白卷当然好签名嘛 你发现有吗 很有趣 你考大学我看你数学上 你志田12个中文系 就是要念中文 对我就是指你要中文 实际上念中文系 后来怎么 博士班考试什么 他怎么比试不去 口试 很多人 迟到你搞什么 不是 我考硕士班的时候 有位老太太在台大教书 她是学问很好 她是钱中书的同学 辈分很高的教授 所以她就 在我不理解的状况之下 教训了我认为 根本不应该教训的是 因为我有几个错字 网莽的莽 下面那个 应该是两个双十字 我那个打字的人 打是三个十 结果这个老太太就说 你看 这种措施 你连大学一年级都没有资格 你还考不考硕士呢 那个话就很刺激我 我觉得我有那么多的观点 我写了三十万字 就是认为 你怎么只挑这几个 就挑这几个措施 我就很气 他越讲 他越讲 他也越越那个 后来我想 好吧 我台大考不上了 算了 所以我虽然报了名 我彼氏没参加 你认为这个教授会 至少我认为是 怎么会有 所以我当时 也就有点气愤了 可是没想到 我的指导教授 也就是台大的系主任 也是所长 他有一天打电话跟我说 你为什么今天 该口试了 你为什么不来 你彼氏不参加算了 七个到九个口试委员 都在会议室现在等你 你为什么还不来 我就说 我反正考不上 他说你现在就给我过来 我就只好再赶快去 十五分钟叫了个计程车 跑到台大中文系 几位教授都在 每个人都提出了他的看法 而且就是 不管你是不是考得上考不上 你反正一定考不上了 但是他们 他们那一天 给了我很好的教育 就是再怎么样 不管你耍的是有理无理什么 或者说你有见识无见识 你的程序 对你作为自己尽责任的程序 要做到 所以 我也那篇是也很 一般们感念他们 四十八分拿到 我真想多少 对就是好像四十八分 你没有比试怎么会有分呢 就是口试的分 对口试的分 口试的分平均除以二 所以你比试如果去参加 就是考上了 没有我万一比试 对吧 比试也不一定就能够考到那么高的分 你是看得起我 你不是你比试总有分吗 有分对 不可能都 但你考个也许比好 假设你比试考到二十分 什么可能 没有那么拿 比试什么可能 好吧 否则的话你就是台大中文系的博士了 我不知道 也不见得好 人生真的会不一样 交出去 我可能会乖一点 交出去 没有其他的写作上的成就 也不晓得 但是至少我想我会变成一个比较规矩的人 后来就 未必是好 真的人生有趣一点 比较规矩有什么好的 好吧 我们现在挺规矩的 还好吧 我的老台北张大春先生的新书 很有趣的 我们去我们时间到了对不对 哇时间那么快 好谢谢大春 谢谢 谢谢 谢谢